欢迎回到老铁频道 傻瓜 今天8月23号 昨天是8月22 明天是8月24 今天是讲这八个 因为没有什么行情 不知道在讲什么 你们如果要我讲一些什么吉他的商品 你们记得帮我留言 记得帮我点赞 记得帮我分享 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 叮叮叮 今天讲这几个 然后从B&B开始吧 B&B挺惨的 他从最高的level 600多 现在减到200多 已经跌了一个百分之六十七十左右了吧 然后这几天也是挺弱的 然后也不懂这里会不会有一些小反弹 但我看到的是有点爆震量 好像会有一些小反弹 但我还是不敢去抄底 这个level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抄底 什么心态什么鬼都没有 XAB618 这一波1414我觉得还不是抄底 真的要抄底的话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那个1618的level 可以从这个X开始算 XA B C 可能真的1618才会有一些反应吧 现在这些都是打来又多了 然后给你多一下又要把你扎下来的 小心一点OK 所以B&B暂时我觉得还不适合去抄底 然后真的要抄的话 你注意一下195196这个level 完成爬子心态会不会有些反应 在这边抄可能那个胜算会比较高一点 OK 看一下比特币 继续跌了啊 我说不要抄底啊 不懂你们没有听话啊 没有听话的话自己打自己屁股自己的 OK 比特币砸下来了 比那天低一点 看一下加哥啊 这个level是2600 今天最低就要25500 OK 那我的看法呢 我还是觉得 跟那天我讲的一模一样 还是觉得它会慢慢慢慢的跌 OK 等一下 只要B&B打破 24800 只要这个是打破的话 它会慢慢陆续的去完成这个大鲨鱼 也就是在这个880的17500左右 OK 所以现在我不会抄底 任何反弹到一些阻力 继续高空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可以考虑这条去世纪 也虽然是离目前的价格有点远 我不懂它会不会有这个力量去反弹 有回到这里继续控它 控死它 控到它没有 什么 控到它屁股开花 OK ETH 在这个支撑这边好像弹了一弹 不懂有没有力来一个反弹 但一样的 跟前天我讲的一样 真的有一些反弹来到这个去世纪主力 我们继续的高空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从这边直接砸下去的话 那你就倒霉咯 吃不到这块肉而已咯 OK 真的想要做多的 你们可以等这个大型态 这个大蝙蝠完成在1200左右 到了这边可能又是一个不错的抄底机会了 要有耐心 OK 它这些短期的一些去世纪全部都被打破了 如果没有错的话 没有 OK 短期现在要打破这个去世纪 看一下1480能不能hold得住 hold不住也不是世界末日 它再延伸下去一点点 去到1200这个level 是一个不错的抄底level OK 这个是一台房 然后有人叫我叫OP 这个什么鬼 OP好像是来到支撑有一些反弹的一个现象 然后形态的角度来看这里X XAB0.5 0.8在这里 这个OP是比较特别的 它是在那天扎盘的那一天 完成了一个蝙蝠形态了 OK 错过了也不要慌吧 我希望它还有多一次跌下来的机会 给你一个二探 二探再去抓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OK 希望有一个二探给你上车 跑这么多了就不要去追了 这是OP OK 然后ARB ARB 跟AR不一样 这个什么鬼 这个也是挺惨的 挺弱的 然后有上来就直接高空它吧 我觉得 OK 会跌到什么level 我真的不会看的 这个 好像是历史最低价 已经突破了 所以这种比较残的币啊 很难很难去复合 很难去 看到那个价格恢复的 所以 觉得任何的小反弹 继续高空 把它控到去零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OK DOT 这个DOT 我不会看了 看有没有ABCD心态完成吧 这个level 为什么会有一些小反应 是因为有这个ABCD心态完成 OK 会不会在这边有一个大反弹 我也不敢去保证 但这个level 有人在关注 OK RSI也到达了超卖区了 只是完全没有量 所以 也不懂怎么去读它 OK 我的个人看法是 BitB太坊 到了一些 形态完成level 或到了一些 日线的支撑 我们再去找抄底的机会 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暂时我就去观摩吧 我觉得这个level 应该有一些小反弹 几率应该有的 OK 就两个RUNE 哇 这个 这个好 这个出货现象 这种我喜欢 等下可能会去空它 现在适合玩空 OK 这个level 这个像那天的LTC BC 来到一个主力 爆震量出货现象 现在开始在跌了 然后这边出现一个M字头 这个都是蛮不错的做空的一些 一些 什么 每次会看到的一些 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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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讲什么 你们告诉我要讲什么 不懂的话记得帮我点赞 好啦 反正来到一个日线主力 在这个2月份的高 然后这里好像是有出货现象了 如果要空的话RUNE可以考虑空 然后最好是可以抓到1块8以上会更好 OK 不要急不要乱跳 要跳的话去外面 这边高楼看下去直接跳 更好 OK 最后讲这个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到底美元会提到多高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之前这里就是一个经典的假突破 这个是一个101的支撑 测试一次两次 下破马上反弹 这个是 我觉得是 看多的一个现象 OK 这一波会需要多远 看一下 我觉得回到886应该不能的 所以美元指数我觉得 从这个103 回到112的几率是有的 所以不要急着做空美元 我觉得美元会继续上涨 如果美元上涨的话 很多其他商品股市 都会继续的调整 好啦 今天就说到这了 希望你们喜欢 然后我们过几天再聊 拜拜